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着穿越时空的故事 让简读带我们去探寻 巍巍神州 泱泱华夏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两千二百多年前 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五百年的纷争结束了 天下太平了 大铺三日 三万八千余媒礼耶勤俭 纪念从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 到其灭亡的前一年 其纪念之完整 资料之详实实属罕见 此地正式定名为 洞庭郡千领县 大型文化节目 简读探中华 将结合CG特效和外景拍摄 用两集节目内容 重现秦洞庭郡千领县的样貌 洞庭郡千领县县庭 定会剿灭匪扣 保镜安眠 我把治理好千领 当成为千领百姓 打的一场仗 这一仗我一定会打你 简读是纸张普及之前 中国古代普遍的书写载体 从殷商到魏晋 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 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 大多有简读记录并传承 岁月流逝 刀笔流痕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迄今已发现 超过三十万枚简读 这些无比珍贵的考古文物 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 帮助着我们不断实证历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位于我国湖南省西北部地区 这里山水壮美 物产丰饶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湘西州龙山县的八面山 出土了李耶勤锦的李耶镇 就在八面山的脚下 2002年 考古人员在李耶镇的一口古井中 陆续发现了三万余枚针读 称李耶勤锦 这批锦读的数量 为此前出土勤锦总和的十倍 它也被誉为 我国二十一世纪最为重大的 考古发现之一 数量巨大的秦代简读 为何会出现在湘西的一座小城 重获新生的笔墨 又将如何还原秦朝往事 简述历史读懂中华 欢迎走进简读探中华 茅台1935与您简述历史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连接美好无处不在 简读探中华 由美好生活连接者 中国邮政特别支持 今天让我们一同探寻 李耶勤锦里的中华故事 两千二百多年前 秦始皇建立起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说到秦朝我们并不陌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秦印象 2002年出土的三万八千余枚秦检 纪念从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 到其灭亡的前一年 其纪念之完整 资料之详实实属罕见 更有学者将其视为 截至目前唯一一部秦朝的编年史 这里的每一枚简读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编号 他们静静地陈列在这 等待与你我慢速从前 李爷秦检原始号九杠一一二七上的念五年 指的是秦王嬴政在位的第二十五年 也就是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 那时秦便已占领这里 并在此设县 李爷秦检原始号八杠一一五一 上面书写的千灵洞庭郡 就是此地在秦时的命名 秦扫六合一统天下 我为皇帝献策 废分封 以郡县治理天下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海内为郡县 法令游一统 洞庭郡千灵县 在大秦向西南开拓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望郡县得志 天下得安 李爷秦检原始号九杠一五四九上的二年 指的是秦二世的第二年 也就是秦灭亡的前一年 公元前二零八年 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 李爷秦检中记载的最晚的年份 整整记载了十五年的李爷秦检 在这一年后便就此中断 公元前二零七年 秦朝灭亡 洞庭郡千灵县 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此后两千余年的史料和研究中 再无洞庭郡千灵县的记载 包括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也无此记述 关于秦朝的史料和文献 一直以来都十分有限 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 历史之谜 很难想象李爷秦检当中的 二十余万字记载 如果当年太史公能看见的话 该有多惊喜啊 李爷秦检的发现 为我们揭开了史书未宰之谜 重现了一座消失两千余年的李爷古城 让一座秦城的宪政运行和生活百态 悦然减上 秦时明月照李爷 三万余美解读正等待着我们 去探秘和解读 好 探秘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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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2年 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 秦在千灵社县 为这座小城留下了历史的 惊鸿衣撇 来看看新鲜的瓜菜 这是冬瓜 灰皮冬瓜 千灵特有的 整理号8-1022简记载 千灵县的冬瓜曾被作为贡品 敬献给皇帝 来 尝尝橘子 整理号9-869简记载 此地盛产橘子 有大片橘圆 太甜了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橘子 我们还有一首橘颂 是写橘子的 后皇家树 橘来伏西 来 给您钱 一个橘子 送您吃了 那就多买点 一起算 二位 来尝尝我家的姜啊 来 两碗姜 好嘞 谢谢 这可是本地苏米做的 里面啊还放了酸果子呢 整理号8-568-8218-1647号简都有记载 千灵县粮仓多注苏米 千灵的苏米酿酒一定很香啊 这连年战乱 粮食又难得 舍不得都酿酒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千灵治理好 等百姓的生活好起来 我请你喝千灵粟米酿的酒 你说的啊 一言为定 给您钱 大人 七七 大人 您看一下 整理号9-1136简记载 千灵盛产生期 生期是重要的军工物资 盾和甲的制作离不开生期 千灵库里的甲和盾 用期厚实 结实得很安 各位父老 烦请进前 什么事 新任县令 将为大家宣证 宪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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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令在哪 是啊 宪令的 宪令到了 到了 大人 诸位千灵父老 我名录是大秦任命的 千灵宪令 这是我的同僚 宪位 成 刚才还买了我们家的橘子呢 你家的橘子甜 他家的姜可口啊 敢问 宪令大人 您今天要宣证有何迅事啊 眼下要到农忙了 今日宣证主要为了促农事 可我们没有土地啊 对啊 我们没有土地啊 对啊 对啊 怎么都是这样 我们都没有土地啊 我们 大家放心 依照大秦律 凡申报户籍者 根据爵位 皆可守田 公族 事务 庶人 一家一户 守田一请 这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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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报 报 一公 一公 救命 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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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一公 一公 北寇拦路劫财 伤了游人 先知写 快 来屋里 来 来 来 心灵大人 臣里发来的公文 放你 快从医馆脱下医治 快 年年如此啊 有了田地 也难以安居 大家都散了吧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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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寇侵扰 不堪其枯呀 朝廷为此地命名了 什么名字 诸位父老 大家刚才都看到了 这封文书 是游人冒着性命危险 带回来的 这上面写着 此地正式定名为 洞庭郡千灵县 我向大家保证 大秦 洞庭郡千灵县陷庭 定会剿灭匪寇 保静安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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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耶勤俭俭原始号 8-1151千灵洞庭郡的出土 刷新了历来关于秦朝行众区化的认识 对还原历史真相 研究秦的历史 政治地理等方面 具有里程碑事宜 被称为李耶勤俭博物馆 镇馆之宝之一 大型文化节目 简读探中华 将通过实地探寻 实景戏剧和文化访谈的方式 穿越时空 一同探秘简读中所蕴藏着的中华文脉的密码 为了更好的完成实景戏剧影视化拍摄创新 我们搭建了这样一座实景空间 将结合CG特效和外景拍摄 重现秦洞庭郡千临县的样貌 简述历史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 和我们一同来探秘李耶勤俭 刚才通过戏剧表演 我们看到了李耶勤俭 反映着琴带的风物 一下子觉得两千多年前的生活 是那样的可亲可感 我们的节目叫做简读探中华 所以我想一开始邀请三位老师 简单地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简读 简读简读 简有竹简有木简 毒有竹毒还有木毒 这个竹和木啊是什么呢 它都是材质 这个简和毒呢 它就是形质 咱们削的比较剃的 比较长的就叫做简 那削的比较欢的那种叫做毒 简因为比较轻巧嘛 所以一般呢 编连长册 写长篇大论 我们今天呢 其实已经不用简读了 我们发明造纸数了嘛 我们用电脑了嘛 但是有很多原字 简读的词都留下来了 你比方说 我说两位老师 学富武车 这学富武车是武车什么 武车简读 对了 那我还说一个人用功 好像孔子一样 维编三绝 那不就是说整天翻那个简 翻那个册 把那绳子都给翻断了嘛 包括咱们现在说 说这本书是哪来的呀 不是我编的 编 你编的是什么 编的不还是那个简嘛 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 原字简读的概念 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说得太好了 我们说唯阴仙人有册有点 甲骨文中的册子呢 就是编连起来的简读 这个点子呢 就是让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 编连成册的简读 是的 在殷商时代 就应该有了简读 一直延续到魏晋时代 前后一千五百多年 只是说考古发现呢 最早的是在战国时期 对 和简读大致同时 作为书写材料的 还有一种就是薄书 就是写的私质品上 它更好保存携带 但是它比较贵重 所以一般的通常的文书呢 还是用竹木材料的简读 没错 纸张普遍的实用之前 我们的文字载体 主要就是竹木材质的简读 简读在我们文化的 传承传播 道路上 历史脉路上 它的学术价值和实验价值 一直引起到今天 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已经出土的简读 那超过了三十万枚 李耶勤简出土了三万多枚 数量之大呀 堪称目前我国已出土勤简 数量之最 那么我们也很好奇 为什么在湘西 这样一座小镇李耶 会出土如此大量的勤简呢 其实啊 李耶这个军事地理位置 还是挺重要的 史记苏秦列传 记载苏秦游说楚威往抗秦 他说大王不从 秦必其两军 一军出五官 一军下乾中 则燕影动矣 乾中啊就是现在湘西地区 千灵就在乾中境内啊 是有水流域的一个咽喉要地 所以这个现在你看起来 小小的李耶在当时是承载着重要功能的 应该说是一个军事堡垒 是的 到了战国时期呢 秦和楚关系比较复杂 有友好的历史阶段 也有争斗的竞争的历史阶段 对于乾中地区的争夺也非常激烈 最后在秦王政二十五年 王俭率领着六十万大军 灭掉了楚国 李耶秦县的这个整理号8-757上面记载说 今乾中二十五年为县 那就是说秦王政的二十五年 在全国统一的前一年 整个湖南地区就已经纳入到秦的版图了 千灵县就开始由秦开始正式的行政管理 李耶古城遗址 就是当年邓廷郡的千灵县的衙门所在 千灵县的秦历们他们在处理这些政策的时候 就产生了大量的检督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耶秦县 这也是郡县制当年曾在行政运作高效的一个证明 我们听到了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词 郡县制李耶秦县的发现 让我们有机会得以近距离去走进秦代的郡县制 我们知道秦始皇将郡县制推行至全国 此后也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 其实在战国世界秦国还有其他这个国家 已经开始推行郡县制 秦统一之后怎么管理这么辽阔的国土 当时有过争论 一种就是继承传统的方式 周王朝的分析制 另一种就是李斯提出的建议 就是通过郡县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最后李斯的意见得到秦始皇帝的认可 全面地推行了郡县制 就是中央对地方执行直接管理的这样的一种体制 这对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行政史 它意义特别重要 所以自从秦确立了郡县制 后来你看一直这个郡县制就延续下来了 一直到今天我们主要的行政层级 省市县乡 这反映我们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 明末清初啊 大思想家 大史学家 王福之 说郡县制制 垂二千年 耳符能改矣 和古今上下皆安之 其实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认可这个观点 就是郡县制天下安 李爷秦简 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得以看到 在郡县制推行之下 一座秦代县城的运行和管理 它也被誉为是一部秦朝 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重要内容的百科全书 所以也有了北有西安兵马有 南有李爷秦简读的说法 李爷秦简确实是一部百科全书 我们根据简读记载的内容 将三万八千多米 李爷秦简 八分为十大类 第一类是包括往来信函和文书的书传类 第二类是律令类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洛克类和布吉类 它们是各种账目和记录 第五类是福串类 就是各种凭证 第六类是简介类 是一些信件 标签等 其他类别还有利谱 九九术和药方 里程书以及习字简 不管是从实践的连续性来说 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来说 李爷秦简把我们还原了 当年的邓廷军千林县 并能够推支当时秦简的 一千一百多个县的行政运作和老百姓的生活 它把那段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涉及到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 比如李爷秦简中有大量的关于这个土地 开垦政治还有作物整类的记载 整理号8-1519 就记载着秦始皇35年 千林县它开垦了多少土地 田租又是多少 分别了列出了 齐林乡 都乡 阿春乡 各种情况 我想起没简 就是李爷秦简整理号9-757 当时是通关凭证 他写拿着这个证的人叫做产 这个产是一个数族 城府县城里人 就是安徽人 31岁 而且身高按照现在换算一下 应该是约等于1米7 还说他这个人皮肤比较黑 那时候没有办法上照片 所以把它描述出来 有意思 描述得越详尽 那么对应此人就越准确 没错 这些李爷秦简当中的真实记录呢 也让这座小城的百态生活 像石光胶囊一样浓缩进了李爷秦简里 其实刚才在戏剧当中啊 我们也注意到 每一枚简出厂的时候 都会提到一个编号 那这简的编号 是不是和考古的发掘工作有关呢 我们那个中府这个扶贫工程 从湘西开发要在油水上建这么一个 完米坡水电站 它就可能涉及到李爷一系列 文化遗产那个保护抢救 我们就会先去做调查勘探 2002年5月在对李爷古城移植的抢救性发掘中 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口 2000多年前的古井 这口古井编号为一号井 始建于战国末期四四方方内空2.1米 井壁四周印木板以绳帽的形式 作为切成规模之大 前所未见 2002年6月3日 我接到电话 我们李爷一号井出检多了 我第二天清早就往现场去 去参加现场发掘 发现检多后 我的同事查看部整领发掘工作 井下游轮金沙带队 增分夺秒的发掘 井上我负罪情景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沉睡了2000余年的大量检读 从古井中发掘出来 秦超自己刮理办公留下的文件 证明的一个县程 这个可是第一号的 有了这些发现以后 那么这个整个性质就变了这个移植 工程部门和设计部门 诚心规划了这个库区的建设 在移植东边推进30米 在河滩上修防水坝 把移植保护下来 因为有检毒出现 就意味着有文字出现 而文字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 最直接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是的 我认为它就是珍宝的珍宝 竹木材质的这些检毒 焦气 就是说真是在面条的主图了 你在井底下的时候 你摸头的根据都不行 还不是金属根据 锄头什么的 这个时候就是一人一手 还不能直接这么厚下去 这么要平平的拖着 这检毒的发掘等于是 考古工作人员用双手 就一手接着一手捧出来的 对 一手捧出来的 我们根据土质 土色 包含物 还有这个致密的程度 我们把它封为18层 每一层的纹布 它要一个序列编号 第一个数字是代表层位 背后就代表它的出土的那个序号 比方说刚刚说到的 8-1151千林顿亭郡 就是表示这个是第八层的 出土的第1151奥布幕 到了史类以后 把无视简朵的竹木条提出去 形成一个新的整理编号 这样那千林顿亭郡这支简的编号 就会改变为8-1149 它往后我们一直就往下 更多往下挖 这个简最后的深度是16米 我们收获了38000多只简朵 大家想象一下16米深 然后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是 一手接着一手 把这些简朵3万多枚都捧了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 把掌声送给张老师 还有更多的考古研究工作者 了不起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做考古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明天会发现什么 太可爱了 再先招考古专业的学生 说到刚才开场戏剧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那就是秦吏陆和成 诸位千灵父老 我名录是大秦任命的千灵县令 这是我的同僚 县位成 这陆啊 据李爷勤俭的情况来看 很有可能是当时来到千灵县的首任 最高长官 而县位成呢 也在李爷勤俭当中出现 所以我们根据剧情话创作需要啊 结合了李爷勤俭当中 《关于秦丽的真实事迹》 创作出了这两位戏剧人物 编号8-1516 这个简它就记载 公元前221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陆的人 在这个千灵大任千灵首 这也是目前发现了千灵最早的行政长官的记录 历史把它忘记了 但是李爷勤俭把他唤醒了 他是邓廷郡千灵县有名有姓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在李爷勤俭里我们还发现了 关于秦时千灵县历的人员情况的记载 比如说李爷勤俭中的千灵历制 没错 就是从秦代的县级机构来看 主要的长官 有掌管全县更多事务的县令 组组他完成这些行政事务的叫县城 还有掌管军事和治安的叫县位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千灵历制里面记载的 有官岁夫 教长 令氏 官组 还有另外有监狱的管理者 就是按他的更多性质各种部门分类 老师说了很多的这个称谓 那也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的 当时就是千灵县基层官吏的人员架构 我特别想知道 蒙老师您会关注到哪个角色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令氏 秦始皇兵马俑中有一类叫文官俑 那个文官俑其实就是这些令氏文历的样子 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 还有一个袋子 那袋子里装的是底石 令氏整天写公文 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 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那那个刀不快了怎么办 在底石上磨一磨 所以你看过去管小力叫做什么 叫刀比力 他们通过文书上的这个书写呀 传达呀 就直接参与到这个基层的政务工作中 他们是当地的百事通 老师刚刚在描述的那一类兵马俑啊 真是非常的生动啊 感觉从前的那些人又活生生的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那今天我们的戏剧呢 恰好就是选择老师说到的令氏这样一个角色的视角 带我们打开千灵县的故事 同时我们将用两集节目内容更完整的呈现 秦代洞庭去千灵县十五年的历史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演员去探秘李耶勤简 简述历史读懂中华简读探中华 简述历史读懂中华 参与简毒探中华对我来说最神奇的是让我了解到 考古发现的李耶勤简三万八千余枚简毒 每一枚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条刻痕 都是由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用刀笔书写记录的 因缘际会这些简毒都留存在了洞庭郡千灵县 我们能从中看到汉字的流变历史的发展 也能从中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纹理 李耶勤简14-679等简毒上记载着一桩交易 简文最后有这样几个字 令史上示评 意思是这次交易由名为上的令史厌教公平 而简八杠九八四的最后记着令史华间抽手 意思是这件事情由令史华来监督 小历抽书写记录 传世典籍的作者 著者 会有机会名流汉墨京史 而无数文历的名字 却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正是这些手持刀笔 不于一粒书写的文历 记录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让我们能从时政的视角 窥见历史的细节 重见天日的李耶勤简 让这些千年来无人知晓的名字 重新被世人看见 李耶勤简三万八千余美 无法一一呈现 我们选择了从文历的视角 来构建一个横跨了千龄县 十五年历史的戏剧故事 去探寻简读 记载了怎样的历史 是谁书写了这些简读 他们又为何会深埋于古景之中 我饰演的华 既是简读上真实存在的一员 也是千千万万个文历的缩影 这是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对话 这是横跨了沧海桑田的历史重逢 他们记录下的每一个字 都在大声地告诉我们 这里曾经是 秦洞庭峻千临县 他们曾经来过 他们如此鲜活 今天 我将以华的身份 和大家一起 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令史大人 历史大人 准备率兵出发了 大人 禀报县陵大人 兵马已经集结完毕 将士们 我大秦一扫六合 结束了五百多年的纷争 但统一一年以来 匪寇势力不减 凡见有座大之势 千灵百姓亦受轻饶 苦不堪言 如今 我们抓获匪寇辽可同伙 得知其巢穴就在尔山 今日 我们定要将匪寇剿灭 是 在我角寇归来前 县廷由华代为职守 是 将士们 今天定将一举平寇 报敬安民 一举平寇 报敬安民 一举平寇 报敬安民 岂约无依 与子同袍 亡于兴师 修我割毛 与子同抄 岂约无依 与子同抄 亡于兴师 廿尔 秀我報敬 全军开打 千令大人 小心 等我回来 喝伯父酿的酒 顾 等你回来 快 快点 队长 快 队长 快 队长 大人 自从县令大人带兵走了以后 您一直坐在这里看辽可的笔录 已经一个时辰了 是有什么不对吗 谁坐的笔录 是在下 你确定 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没有记错 大人 您告诫过我们 公务文书不可有一个字的错误 这上面的字不会有误 立刻提审辽可 是 匪够辽可 为何撒谎 我没听懂 这是今日你的供词 这是你同伙的供词 有何不妥 你同伙 已经供出了匪朝地点 你入狱一年 数次审讯 不肯招供 今日为何 主动招任呢 他都招了 我不说 又有何用 你再撒谎 据我所知 这千灵的官署 都是一帮蠢货 可谓曾想还有你 这么一个聪明人 别光是你神我呀 要不然这样 为了满足我 对你的那点好奇心 我来问几个问题 你来回答如何 猖狂 截下之秋 有什么资格盘问我们大人 好 那我便什么都不说了 你 好 你问 我如实回答 好 好 那我就开始问了啊 我听说 你是楚人 为何要做秦吏 最初 是为了宣讲秦法 大人 今日又有二人被判罪 其实他们不想犯法 就是因为不懂秦律 郡里夜下文书 身斥了我们 对上级文书 回复不及时 如今拓荒 肯田野开展不利 照这样下去 还会被身斥 今日郡里又来了新的文书 要求县廷尽快回复 怎么回复 不吃不睡也干不完啊 文书工作繁荣 且不能出错 要找会秦字 善文书的人 教导学童 培养小丽 对 得找一个人 宣讲秦律 小遇百姓 不然 就会有更多的百姓 因不知法 勿犯被罚 所以我要带你们寻能人 访闲事 快来人呐 后边还有上员 听说马 好多船出事了 出事了 很多货物都在船上了 您说现在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鸭搜船 被肥寇 且丢了一艘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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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医馆 我怎么没收啊 是的 都没收 那我们的迷宫出去 是 是 父子 我们的死 怎么办 我们托你给孩子们 公布的笔墓 是学具租金全美 还不需要 大家 我们笔墓伤安勿躁 这怎么办 都没怎么办 想钱办 想钱办 别着急 这样 孩子们的学具 由我出资 再行订购 这 这 这也不能让 夫子出钱啊 是啊 宁和华时常资助学童 日子本就不宽裕啊 不说了 就这么定了 孩子们不能没有 笔墨学具啊 花儿 父亲 我这里 钱不够 这些钱 给孩子们拿去重置学具 大人 我这儿是思学 与官府无关 这是我自己的俸禄 就到 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您就拿着吧 大人 匪寇侵扰 百姓们不堪其苦呀 作为千灵县令 我一定会将匪寇彻底清剿 谢大人 来人 统第一线伤员 务必自信 是 谢大人替我父亲解围 安夫子 我想请贤能宣讲秦律 帮助教导民众 您做过处理 宣讲文书 律法 逼我们这些逮兵出身的人 讲得入力 我是楚人 不懂情侣 连秦子都不认得 不认得 父子 秦法严格 官员和百姓需要知法 才能守法 如果没人 如果没人能讲得明白 会有百姓因误犯而受罚 而疏离们 也不能准确地按律行政 大人的钱财 又当时我借的 来日 定当奉还 定当奉还 父子 您身为千灵人 为何不肯帮帮千灵啊 大人 我愿替父亲宣讲秦绿 您认得秦子 读过商君之作 曾习得秦子 读过秦绿吗 没读过 但给我看一遍 就能讲 看一遍就能讲 公事可不敢细言 绝非细言 你叫什么名字 华 凡 为例之道 必 经节正直 慎谨坚固 沈息无私 想要做到这一要义 须 遵守武善 一月 忠信敬上 二月 清廉无霸 讲了快两个时辰了 一眼瞼都没看 就一直这么讲 他全背下来了 过目不忘 公敬 多让 金布率规定 十一钱 折合一步 百姓可以使用布 或者钱交易 而无论布和钱 本身的质量如何 都不能挑剔 都不能挑剔 买卖时 应分别细木签 标明价格 小件物品 价值不到一钱的 不必细签 官府输送物品 应以文书 通知其出账的年份 工匠向官府上缴产品 都应固定 按其年计账 田律规定 居住在乡里的百姓 可以自己酿酒 但不准卖酒 田色夫及布佐 应严加禁止 不从令者 有罪 旧院律规定 借用官属的铁制农具 因自然使用 而损坏的 以文书上报损耗 收下原物 而不令赔偿 总共赔偿 此外 每年的四月 七月 十月 正月 平比耕牛 成绩优异者 免除似牛者 一次更益 赏酒赐肉 讲这么长时间 一点错没有 一会儿吃饭 把我的刀米给他吃 那你吃什么呀 我捡到饱了 不吃我都高兴 希望大家都能谨记 好 好 好 来 大人 大人 宣讲已毙 我的任务完成了 告辞 不急着走 跟我来 这儿是县廷书府 军民良田 各类日常文书 都在这儿了 没想到齐人的公文制度 如此严谨 御法有章 行之有度 这里的每一片茧 都记住了千龄的人和事 千龄 洞庭郡 这是你们来千龄那天收到的文书 这小小一枚 这小小一枚简意义却无比重大 他招式着千龄成为了大秦的国徒 我希望能将这份意义延续下去 将千龄变得更好 以我这几天对秦法的了解 从根上来说 制定得过于严格 我何尝不知秦律严格 可商军变法 手重更战 秦法来自乱世 奋六世之令 若没有此法 何以终结乱世 等天下安定了 我也盼着与民休息 这是我的心愿 安定太平的日子 也是千龄百姓的心愿 华 你聪明 记忆好 学识渊博 又有人词之心 来千龄做书史吧 大人 我生于千龄 长于千龄 从小就想刀笔随身 手持木杰 记录下这片土地百姓的生活 也记录下千龄 每一天的变化 敢问大人 能否让我记下一个 越来越好的千龄 以后我们要在这里 记述洞庭郡千龄县的历史 我答应你 一定会让你笔下的千龄 日渐变好 好 但我没有想刀的 方便说 我没有想刀 还有人想刀 哪个人想刀 我没有想刀 你不想要刀 我没有想刀 想刀 你不想刀 你不想刀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先开放吧 左下一 左拔六 右前一 左后三 左后四 大人 今日的文书整理已毕 县廷功务繁重 文书工作异常重要 有你负责 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投 大人 唐廷急报 大人 唐廷教掌报 有群口出没 抢夺粮食 杀害百姓 坏了 唐廷士族较少 我们得马上派兵支援呀 带头首领 身高六尺八寸 皮肤红褐色 无须操弩 贱人就杀 长可六尺八寸 赤色 未产虚操俊 巨主二 是辽可 辽可 年可二十五岁 长可六尺八寸 赤色 多发 未产虚 一落袍一 落单狐一 一 我想起来了 辽可到 巨弩二 四贤寺 十二百 巨剑一 米一时 辽可逃跑之后 兵士去追 已经没有任何踪迹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有规划路线 有身带重物 一定早有预谋 两百没见识 不知道伤及多少百姓 来人 在 调集军马 捉拿辽可 是 大人 唐天果书记 我给你们带路 快 跟上 跟上 快 在刚才的戏剧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 秦在刚刚接管了 千灵县的头几年里 贼道的现象是很严重的 那当时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礼业勤俭中有具体的记载吗 这些故事吧 都是改编自《礼仪勤俭》里面实际的故事 比如说辽可先 这个叫辽可的士兵 他在行军途中 他带了武器 带了军机和物资 他就跑了 这应该是一个有预母的叛逃 我们也在这个节目中看到 秦弟们呢 推推他这个人 跑了以后 恐为盗贼 就是说可能会危害社会 另外还有礼仪勤俭 9-1112 唐亭有盗 但是官吏也不足 士族 兵族也不足 不能主动地去积拉这些盗贼 这也就印证了千灵县当时的情况 可以说剧本编写 把这些故事轮在一起 还是非常合理的 感谢老师的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戏剧 大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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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人 好 大人 听说你们将唐亭的匪够 心数救灭 还剩其了分手 千灵 总算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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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妹 扫清乱匪 保镜安民 本就是县庭分内之事 公 大人 洞庭郡的公文 公文 扫清薪 王命远 天下共阔 战乱不断 今我大秦草六合 四海汇聚 天下注定 大铺三日 五百多年了 打了五百多年了 终于 天下统一了 天下 啥是天下统一啊 就是说 今后 再也不用打仗了 再也不用打仗了 太好了 再也不用打仗了 那个儿子 也能回来了 能回来 能回来 再也不用打仗了 太好了 再也不用打仗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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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们 五百年的纷争结束了 天下太平了 大铺三日 好 把窗里的酒拿出来 先灵父老 供饮美酒 好 来 敬 今后的好日子 敬 敬 今后的好日子 婚皇 méd 婚皇 愚妞 我们来 阿姨 还有一瓦 这是 付 Alberta 我 臨 含 第二他 咬 咬 快 救 cit 有 我 好 太平 百姓们终于可以过上 好日子了 太平了 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国完成统一大业 建立秦朝 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 长期征战混乱的局面 建立起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和平 对于任何时代的人们来说 都是最珍贵的 两千多年前的人们 用一场大仆 普天同庆 美酒甘醇 粮食难得 中华鲜明自古 对美酒格外的真心 唯有丰收 才有余粮酿酒 唯有内心真的喜悦 才能开怀畅饮 茅台1935与您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在刚才的戏剧当中 隔着屏幕我们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千灵县老百姓对于和平的渴望 对于统一的渴望 其实统一在当时确实是历史趋势 你看最早的时候 尚书讲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传说周文王的时候有万邦之众 那到战国中期 其实就是孟子那个时代 已经剩12个国家了 那他们彼此争斗到什么程度呢 争地已战 杀人赢业 争城已战 杀人赢城 就那个是国无宁日 岁无宁日的呀 所以我们看秦统一战争 实际上是很残酷的 可是它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意义 就是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 给老百姓带来了一种和平的可能 所以我们才说 秦的统一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 刚才戏记说到了天下 几次出现这样的概念 其实在这个历史阶段 统一已经成为 不同的政治理念 不同的思想流派的人们 共同的一个追求 我们看到儒家学者 比较早地提倡统一 孟子和梁湘王的对话 君主突然问他一句说 天下物乎定 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 他的回答是定于一 就统一了就不会再打仗了 比如说庄子他也说 一心定而亡天下 也是讲统一 莫子他说一同天下 当世人们的天下观 当世人们的世界观 当世人们的地理概念 就是在中原文化 普遍覆盖的国土上 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 仅统一天下之后 在全国推行俊宪制 并且统一了文字 度量衡 货币 奠定了中国维持统一的 政治和文化的基础 在史记秦始皇本集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说法 就是秦王嬴政 还做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更名 像我们所知道的皇帝 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因他而来 取三皇五帝中的两个字号 于是有了皇帝一说 那这些呢 应该都是大家 很耳熟能详的了 没错 这个李越勤箭的出的号 就是八杠四五五 一般把它叫做 勤更名方 它用一块特殊形式的 又方又厚的木板 专门记录勤的各种称谓习惯 来统一东方六国的语言 比如说以前 它的命令叫做王嶺 它现在就改叫皇帝诏书 王滚先生提出过 二重证据法 就是指地下之新材料 和纸上材料相互印证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 有了相互印证 一同来补史证实 那刚刚老师提到的 秦更名方 就是和史记相互印证的 一个绝佳的案例 刚才说到书从文 大家都知道 秦朝统一这个文字 叫小传嘛 但是在理业勤检里 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勤力 其实在实际推行过程中 是转力并行的 照另类的公文 主要是用转书 而在书写需求量大的 那些行政公文里头 勤力更多的是采用 由勤转演变而来的 相对简洁的力书来书写的 这个就便于提高效率 感谢老师们的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戏剧 简术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二十五年九月集成 将奔命教掌 周元书 墩长买 使掌家 接告约 图示五右礼 辽可 请到陵阳 武溪桥逃亡 不知外内 恐为盗贼 赶告 辽可 年可二十五岁 长可六尺八寸 赤色多发未产须 一落袍一 落单狐一一 操巨弩二 四贤四 十二百 巨剑一 米一十 好记性啊 我现在如果双手不是被绑着 我都给你鼓掌了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待了一年了 我这胡子 都长这么长了 如今名声恢复 百姓生活向好 你们这帮匪寇 绝没有容身之地 我再问你 就一年的时间 千灵 能有什么变化 人口增多 学堂 也重新开本 二三 而六 二二 而四 一二 而二 二半 而一 孩子们 何为二半而一啊 夫子 数字二的一半 就是一 嗯 记得很好 九九口诀里啊 有数的规律 你们一定要牢记 来 再附送一遍 九九九八十一 八九七十二 七九六十三 六九五十四 五九四十五 四九三十六 拜见大人 坐 各位同僚 大秦自设洞庭郡千灵县 已过两年 今日 县庭考课 是 农委一文 先说农事 田瑟夫述旨 两年来千灵编户受田 劝农醋耕 颇有进益 今年的收成 比前两年增长近两成 小丽已将农事所记文书 归纳分类 请大人过目 大人 寿田账目 啃荒账目 农具发放记录 尽已在此 千灵县 兵甲军车 等物资保管情况如何 目前陆入千灵库内 合计甲三百三十九副 低帽三十九顶 昼二零 弩二百五十一张 第九十七个 弦一千八百零一条 使四万零九百只 即二百五十只 千灵虽然是个小地方 但是是交通要道 有大量装备 要在此保存中转 武库必须要严加管理 不得有失 请大人放心 各位千灵县的治理不能松懈 望各位勤勉尽责为民谋服 是 千灵县地处有水流域的咽喉要地 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刚才的戏剧中 我们也看到了李耶勤简 关于千灵县军需物资入库的记录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点 对 还有就是 整理号是8-151的 关于千灵库存武器 调出的一个记录 大概是秦皇34年 从千灵的武库里边 调出来几件奴的主要器件 送到当时的一阳陵园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记录也提示我们 秦的军事物资的管理 有它非常严格的制度 感谢老师的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戏剧 好肉啊 好肉啊 好肉 好肉 来 我们先一碗 先灵大人 大人 大人 今年酒铺里的酒多了 这是好事啊 说明这两年 千灵百姓肯荒地丰收了 大人 多亏了您啊 我们的鱼粮更多了 酿得起酒了 来 倒咱酒馆喝点 今日办公 不便饮酒 乡亲们 改日啊 我请大家喝丰收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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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去当职了 善儿身体不适 还要请您看护 少儿只是得了些风寒 我会把它照顾好的 你放心吧 这酒啊 是我用咱们家今年 剩余的粮食 亲手酿的风手酒 你替我转送给县令大人 这钱当日县令为我捡了鬼 借给我的 给 帮我谢谢县令大人 是 夫姐 去吧 大人 这是您当日为学生们买学具的钱 父亲请您一定收下 父子还是把我当成外人 不是外人 是能一起喝酒的家人 今年是丰年 这是父亲亲手酿的丰收酒 让我给您带来 父子的心意 我明白了 我也有遗物给你 军里的任命下来了 着身你为令使 我为令使 资历尚见 你过目不忘 又勤勉奉公 千灵需要你这样的令使 这条油水河 几千年来川流不息 经历了多少兴衰 但他从未变过 始终滋润着这片土地 让千灵的百姓 得以繁衍生息 要想当好良力 就要学这条油水河 不错 纵使世间千变万化 我们也应该 像这油水河一样 滋润百姓 让他们的日子 过得更甜一点 这一点我的心愿跟你一样 我把治理好千灵 当成为千灵百姓 打的一场仗 这一仗 我一定会答应 好 怎么办 你呆着 你还能说 你的仗 你还能说 你是在乎 你最办法 我去 我也要 修我割忙 于子歇乡 于子歇乡 来 来 大人 辽可的同伙被擒获了 即刻提神 是 伯父的丰收酒 回来再喝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 我的供词毫无破绽 你为何要是我撒谎了 你的同党说 启铃香麦田边上有一条小路 沿小路进山便是你们的据点 而你亦如此供述 有什么不对吗 你可曾看过那片麦田 千灵 少有麦田 二十六年 就在你入狱后的一个月 县廷 被封产粮食 推重麦子 你说的那片土地 之前 是片草田 一年之后才被开砍 你在牢里被关了一年 如何能够供述 那片土地 是麦田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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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点小小的破绽 都能发现 要是他们有你一半的聪明 我们今日便无法得胜啊 速速给县宁传信 供此有诈 同有埋伏 是 快 快 跟上 跟上 有埋伏 一直 接着 是 老公 你们没有退路了 先灵的武功 是我们的了 全灵也是我们的了 这不动机器 他们的目的 要夺取武库攻占宪庭 建武库 军夫 武器中夺 如果武库是手 千灵就完了 斗亭军也就完了 再不投降 杀光你们 杀光他们 好 你速速带人回元宪庭 我带义武士兵到后 不行 现在匪够人数中夺 你们顶不住了 要走一起走 一位大秦将士就是一道关矮 所有人听令 武掌带兵 随我接阵 战杀匪够 听指挥 一位 上 主人 主持人 以你的智慧 跟我上山路火 主持人 把刀放下 把你的奴放下 要不是我杀了他 偷袭现成的匪寇已全部消灭 你还不速速投降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心灵如何 心灵 兄弟 兄弟 哪有过 过过心 兄弟 兄弟 我十七岁从军 跟这些豹泽一道 为了天下一头 征战十余年 多少人埋骨他乡 才会来天下一代表 今日 是我最后一战 你们这帮飞狗 一个也跑不了 是 启曰无印 与子同袍 亡于兴师 凶我割毛 与子同仇 启曰无印 与子同仇 暴于兴师 修我报警 大人 天快亮了 您早些回去吧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要记下来 你先回吧 是 大人 大人 我愿替父亲宣讲秦律 你叫什么名字 华 这小小一枚简 意义却无比重大 他招式的千灵 成为了打秦的国土 我答应你 一定会让你笔下的千灵 日渐变好 这是 父亲亲手酿的风收酒 还是把我当成外人 不是外人 是能一起喝酒的家人 我的心愿跟你一样 我把治理好千灵 当成为千灵百姓 打的一场仗 这一仗 我一定会打赢 小心 等我回来 喝伯父酿的酒 诺 等你回来 cook for you 记下来 此戰大劫 plank 治理千灵是你我一起打的一场仗 我们胜了 对 我们大胜 胜了得喝酒啊 不负的酒呢 在呢 契约无依 与子同跑 王于兴师 修我阁牢 与子 血腥 丰收的酒 真香啊 只有甘甜的油水 才能酿出这么好的美酒 这酒 是你带领千灵百姓 一起酿出来的 我就是个边城小猎 大秦的史册上 不会有我的名字 只有千灵的文书上 会记下你 也会记下我 记住一个叫陆的人 他热爱千灵 为千灵努力过 是他的好朋友 把他记在了木剑上 剑 不只会记下你 还会记下所有 为千灵榨根的人 就像菊树一样 深固难洗 你是说 我就像千灵的菊树 被种在了这里 我也是千灵的一棵菊树 我们 定牌 站在这片土地上 后皇家树 菊来福喜 寿命不迁 人生 南国喜 深固难喜 更一致喜 深固难喜 更一致喜 西剧的结尾 我们看到了华 因为思念已经牺牲的路 有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他们一起迎送出了 《秦风无依》和《处词局送》 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令人动容的一幕 蒙老师在看的时候也很感动吧 是的 是的 我就在想啊 这两首诗代表着什么 我特别喜欢他把这样的两句诗 两种文化 两种精神赋予了两个具体的人 这两个人因为秦的统一而走到了一起 我就在想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 看起来秦楚之争 视同水火呀 但事实上呢 经过这样漫长的争斗 其实也是漫长的融合 秦楚就永远走在一起了呀 共同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文化 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戏剧最动人的一幕 从发掘到后来的保护整理和诗读 研究这个离约情节有二十多年了 其实我每天都在读剪 剪读上记录的内容 在我脑海里边经常出现 当年官吏们的尽职 政府管理的严格 我们今天把他们坠连成一个故事 一个完整的 有时间发展的 也有他个人努力的 有生命力的故事 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我看到这个是非常的激动 剪读 记录了文明 传承的文化 对我们研究历史 研究我们中华文化而言 它的独特地位 就是无法替代 经过东周以后 进入秦汉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三个比较强的文化主流 就是秦文化 出文化和齐鲁文化 实现了非常好的融合 发育到汉武帝时代 就形成为统一的汉文化 那么李叶勤俭 它里边的相关的内容 一方面 是可以给我们提供 秦文化 出文化 在这个时段 他们怎么交往 交流 交融的 另一方面 李叶勤俭 对秦以后 在俊县制推行的 这种体制下 社会的发展 国家的进步 提供了一些 实证性的资料 这是我们认为 非常可贵的 从出土的纪念简来看 李叶勤俭 记载的是 从秦一统前一年 到秦灭亡前一年 那我们的戏剧 展示的是 秦在千灵县 设县管理之后的 三年内的故事 那此后的十余年里 这里又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呢 到底这些大量 珍贵的秦俭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被深埋于古井之中 让我们继续探寻 李叶勤俭里的 中华故事 今天我们通过 县城昌的视角 探秘秦统一天下第三年 到秦灭亡秦一年 千灵县十余年里的故事 命你们立刻打开 县庭的大门投降 否则杀光你们 正令文书 万不能落入匪扣之手 这风云变幻的十几年里 洞庭郡千灵县 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型文化节目 检毒探中华 将通过实地探寻 实景戏剧和文化访谈的方式 穿越时空 一同探秘检毒中 所蕴藏着的中华文脉的密码 九九八十一 八九七十 一天也不亮 我的书 前陵是我们的啦 我们再也记不出任何邮简了 误文明请绝对 误文明挑换 报复百姓 不好的地方 也一定会被割除 这些无比珍贵的简读 为什么会被深埋于古井之中 请继续关注简读探中华 茅台1935与您简述历史 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简述历史读懂中华 简读探中华 礼耶请简 我们下一集再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